只是覺得一樣都是吃牛排 花一千八百塊實在太浪費了 我記得妳說過 當女生喜歡上一個男生 就會不自覺的幫她省錢 我猜 烏龜妹 妳應該喜歡上我的吧 我 我啊 我 如果我說我喜歡妳呢 妳 何群 何群 我們微笑Pasta 不歡迎妳這種客人 我是來找小吃的 找小吃啊 不給妳走 伯父 我是有東西要來還給小吃的 哼 什麼東西啊 我們家小吃的手機 怎麼會在妳這裡 她昨天掉在學校 我收到了 爺爺回去了 回去 爺爺 還長那麼輕的 我跟妳沒有關係 以後不要叫我爺爺了 以後不准叫我爺爺了 我們以前還那麼認真 把妳看作是我們家的女婿 沒有想到 一些都是假的 是 妳不是說很喜歡我們家 妳喜歡吃爺爺的麵啊 好不然這都是演戲喔 真的是真心患絕情喔 何群啊 小吃的爺爺 媽媽 還有大嫂 她們啊 都以為妳真的在跟小吃談戀愛 她們都很相信妳對她們講了每句話 也都真心的很喜歡妳 把妳當作是我們這一家的一份子 可是現在呢 她們 對妳都傷心透頂了 所以啊 為了不再讓她們 再傷心 希望妳以後啊 不要再到我們家了 對不起 對於我跟小吃假訂婚的事情 我跟大家道歉 好 好 但是 有一些話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雖然我跟小吃的婚約是假的 但是我說過喜歡妳們家 是真的 記得第一次到妳們家的時候 感覺鬧轟轟的 但是非常的溫暖 那應該就是家的感覺吧 我說過妳們這裡的麵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義大利麵 也是我發自內心的真心話 因為只有在這裡 我才可以吃到每一道麵 真實的味道 好幾次我都忍不住微笑起來 曾經我真的希望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我跟小吃真的訂了婚 那我就會是妳們家的一份子 那應該很開心吧 但是因為這個謊言 妳們這一切都不太可能 我還是要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妳們給了我 這短暫的幸福 我想我才是小吃生命中的掃把星 自從她跟我扯傷關係之後 就無故的被捲入很多的無望之災 妳要跟我們小吃說對不起 當她的面說知不知道 妳不親自對她說她聽不見的 我們可不負責幫妳傳話 我不負責的 可以嗎 她在哪裡 小吃她生病了 在房間裡面 小吃生病了 有沒有怎樣 看醫生有沒有嚴重嗎 傻瓜 什麼看醫生 什麼嚴不嚴重的 妳要就親自去看她 小吃妳醒了 媽 喝果汁 謝謝 媽 看一下好一點沒有 退殺了 媽 我問妳 我的手機為什麼會在這裡 何群拿來的 何群 對 妳都不知道何群對妳多好 聽到妳人不舒服 她就要求我們讓她來看妳 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 更有意思的是 妳就握著何群的手說 何群 不要走 留下來陪我 陪陪我 怎麼可能這樣 我們一定是在做噩夢 怎麼不可能 而且 何群也抓著妳的手說 小吃 妳放心 我會在這邊陪妳 會照顧妳的 媽媽 妳演得太誇張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在現場看得清清楚楚 她咧 走了 烏龜妹 妳醒來了 不要再叫我烏龜妹了 這麼有精神 看來妳的病已經好了 難不成 妳希望我一直病下去 我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想說 如果妳還在病的話 就帶妳去吃牛排 讓妳補充一下營養 可是現在聽起來 妳的病都好了 應該沒有這個需要了吧 牛排 其實我的病 根本就還沒好 我現在四肢無力 全身發軟 好困難 好啦 不要再咳了 會帶妳去吃牛排的 而且是妳最愛的九十九塊牛排 六十九元的牛排 我是病人 應該是好一點的 一千八百塊牛排還不錯 九十九塊牛排不好嗎 你不是說過 平凡中也有美味 而我現在 正喜歡這種平凡中的美味 你不是說牛排吃多 會變成牛脾氣嗎 所以妳是害怕 會變成牛脾氣 才沒有 我只是覺得 一樣都是吃牛排 花一千八百塊 實在太浪費了 我記得妳說過 當女生喜歡下一個男生 就會不自覺的幫她省錢 我猜 烏龜妹 妳應該喜歡上我的吧 我 我啊 我 那個牛豬都在我後面了 好 那你還足 你真的沒有喜歡我 我 我 沒有 那 那 如果我說我喜歡你呢 你 你不要開玩笑了 我是認真的 我不相信 還好 我還怕你發燒 會燒壞腦 還很清醒啊 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說嘛 你一定是開玩笑的 當然是開玩笑的 我怎麼可能喜歡一隻 又笨又會生病的烏龜 我說過你不要一直叫烏龜 不開心啊 打我了 沒辦法 我怎麼會在你那裡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就留在我的車上 還不錯嘛 還有良心 我已經都忘記他了 都不關心他 那就送給我吧 不給 為什麼 這是給男朋友的 男朋友 男朋友 那好吧 在你預料下一個男朋友之前 就先陪著你 不然呢 不知道哪一天你會抓著我的手說 不要離開我 不要離開我 我哪有啊 我一定是在做噩夢 最好是 好